環境清幽 綠樹成蔭 比輪上水不同河 這麼好的空置農地地皮 有人就起了一列樓高兩層的鐵皮屋 我們記者今年3月到訪時 發現看起來更像是一座切雞雅置的別墅 中間有個小花園 見到種了不少盆栽點絕 屋主跟我們透露 兩層高的建築物有15個單位 每個單位180平方尺 下層的月租4800元 上層就要5200元租 租金比區內老牌豪宅易吹圓更貴一倍 但其實這間這麼豪華的鐵皮屋是犯法的 地政總署說今年2月那時 已經知道有人違規僭建發出過警告信 但事隔三個幾月之後 我們再回到現場視察 發現地政不單未取締 對開的空地還繼續擴建鐵皮屋 現場大興土木 粗略估計鐵皮屋至少有四十幾間 佔地面積亦都比較之前多了三倍 我們的記者辦租屋入到其中一間新建成的鐵皮屋 裡面拆開成多個房間 到處都散發著剛剛裝修完的油漆味 亦都估計有一半的房間已經租出 入到房間裡見到裝修促身 每間都有獨立廁所和開放式廚房 配備抽油煙機和冷氣等等 我們有見及此再向地政總署反映 廚房回覆說 首間兩層鐵皮屋建在籠地上 是用作居住用途的登記寮屋 相關人員曾到場視察 發現寮屋尺寸和登記記錄不符 廚房將會採取管制行動 而另一些新建的鐵皮屋 並沒有寮屋登記記錄 地政署會向業權人發警告信或釘契 如果沒有糾正就會重修有關土地 O1TV東網電視新聞看不得